4. 刚上车要迅速地观察车内空闲座位的情况,尽量迅速选择就近的位置坐下 4. 快下车的人往往会有以下的表现,本来安静地坐着,此时不断观察窗外 本来在玩手机突然收起,开始背起放在大腿上的包等 这时也就要靠近它,并留出别人从座位出脚起身到过道去车门这一系列的位置 同时可以根据座位上的人的职业携带的物品来判断目的地 看了上面的关于挤公交的种种现象,我想很多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在会心的一笑 因为收复挤公交还不光光是重庆公交的情况 你像北京的网友大矿就曾经这样留言说,那天坐300度公交车实在是挤不上来了 结果售票员喊了一声,同志们呼气再上三个 收复呼气异曲同工,相信类似这样的语录在全国各地都有 收复挤公交可以说是当下老百姓挤公交现状的生动的描述 也是尴尬的现状,之所以会引来无数的共鸣 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都有在公交车上被挤成人肉罐头的经历了 那就在网友们热议收复起公交车的时候呢 重庆的媒体同时还报道了另外一条消息 说重庆公交集团公司日前启动了公交新级服务评定 准备打造五星级的公交服务 公交集团的负责人表示呢 要让乘客坐上车以后倍感舒服 甚至到站了都不想下车 不知道重庆人看了这条消息之后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那么重庆晚报的记者在采访乘客究竟喜欢怎样的公交服务时 就有乘客这样表示 上车不拥挤,随时都会有位子坐 售票员不再挤到窗边 将屁股对着座位上的乘客揽客 那就好了 其实呢,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高 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五星级的服务 只是不用再收复挤公交 说完了小的,我们再来说说老的 最近呢,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街道的老年服务中心 试用了一种远程视频软件 将中心内老人的一些日常活动通过视频的方式放在网上 供老人的子女查看 这个新的做法被年轻人戏称为视频养老 那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看看就知道了 儿女在外,思念父母,光打电话,难解挂念之情 那就上网看视频吧 在99重阳节来临前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街道 率先在为老人服务上引进了数字化 在全市首创了老人日间服务中心远程视频网络系统 这套远程视频网络系统共有15的摄像头 特别安装在老人日常活动的餐厅,过道,休息室,健身房,电脑房的场所 子女只要在自己的电脑上面费安装一套软件 就可以通过全球沿网络视频系统 看到老爸老妈的日常喜剧情况 还能对中心的工作起到天都 但是要知道遥远的问候不能代替温暖的拥抱 有空还是要尝回家看看爸妈呀 这是科技改变世界网络无所不能啊 上海徐汇区这家老年服务中心的做法 无疑是一个创新 从服务中心的角度来讲呢 肯定是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那些在服务中心里生活的老人的子女们 来说千万不要把网络视频的新技术 当成了自己偷懒 不回家看望老人的借口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有时间上网聊天 泡巴聊天 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回家陪年迈的父母聊聊天 这次有了视频养老的新的技术 可能就更加不愿意回家了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啊 生活起居的安顿还不是最最重要的 更为重要的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慰藉 这些需求恐怕科学